海拔1600公尺的高山上 駐立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 唯一通往外界的路就是这段 总共17条由藤蔓 竹子和树枝 做成的梯子 孩童每天冒险上学 来回耗费4个小时 而且八成的路段几乎成垂直 甚至只有一条绳子抓 经常有人摔伤 摔死 根本就不是一条人走的路 可以说是猴子走的路 在悬崖边上的一些草 就它打着一个一个的结 就孩子们就是抓着这个草 就往上爬 但是我理解的就是说救命稻草 为了改善贫富差距 让村民与外界接轨 政府利用1500根 总长度36000公尺的钢管 搭盖坚固的阶梯 有时我们还可以在钢厅上坐一会儿 还可以在这里一起唱歌 目前还有最后200公尺 因为地势险恶加上墙风难以完成 当地居民扛起钢管加入工程行列 两百多年前 祖先为了躲避战乱 来到这块净土 后来为了高山上 优良的空气 水和土壤 村民世世代代选择留下来 发展农耕和畜牧业 到了当代的今天 有了相对安全的道路 把游客带进了悬崖村 农产品也能外销出去 村民收入成长四倍 中国大陆总共12万8千座贫穷的村庄 利用每个地区的优势 连接人与人 才是促进乡村发展最长久的对策 大爱新闻 刘仁豪编译 大爱新闻